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10号,杨凯文,今天要讲的是气象报告,今天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,台风会经过台湾。 苏利台风要来了,先看看温度,马祖金门澎湖27到29度,其他地区是27到35度,台北35度,比较中暑了,先看看雨量, 北部是600毫米,东部是800毫米,南部是400到500毫米,西部是1000毫米,外岛是400到450毫米,西部地区的朋友请注意一下,先看看地图, 苏利台风在这,它会走北部跟西部的中间,所以会有短暂雨,低温度,马祖金门澎湖这些外岛,有短暂雨,高低温和低温度, 海风的威力会很强,先看看天气,北部,台北,桃园,青竹,苏利,都是秦时,多云,偶振雨,东部,南头,台中,彰化,云林,嘉义,也是秦星,多云,偶振雨,南部,台南,高雄,平东, 也是秦时,多云,偶振雨,西部,基隆,宜兰,花莲,台中,也是秦时,多云,偶振雨,外岛,马祖,金门,澎湖, 是有短暂雨,天气预报,星期四到星期六会,台风会在台湾,星期日台风会不会再来,所以都是晴天,可是比较热一点, 星期一,东部跟西部会有短暂雨,星期二会比较热,星期三凉快一点,警告一下,山区不要去,海边也不要去, 所以大家要特别,大家要特别注意台风,所以大家要准备一下,我的气象报告, 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